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国家安全是蔡总统苏院长国防部最重视的问题 虽然这段时间大家都在防疫 但是我们看看19号媒体报导 AIT主席莫健月初来访 在参训中告诉民进党的委员 两岸军事冲突风险非常高 台湾要全面备战 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甚至他在媒体的披露说 台湾有必要全面备战 而且最好要马上做 才能因应各种可能的变化 那我们再看一看去年的三月份 十月份 也是莫健带了AIT军事主任来做 我们后背动员有关能量训练方式的一个评估 虽然美军来协助我们基本战力建立的评估 已经行之有年 但是这次评估的报告 非常让人失望 美军批评我们是须有其表 无效战力 所以会不会只有后背部队 而没有后背战力 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虽然本席未必认同美军这种评论 那么低劣的一个标准 但是从募兵制到现在 军事替代役 的确在后背动员方面存在这些事实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去面对 譬如说我们整个的建军构想是什么 各位看一下 我们建军构想是精简长辈 广除后背 我们的用兵指导是什么 长辈打击 后背守土 这都再再说明后背战力的重要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的后背部队的战力是不可斥的 请问国防部 你在这种状况之下 怎么样去做精进 我们一个完整的战斗兵 不是四个月 我们看一下训练的骑程 驻地训练 专精管道训练 基地训练 三军联合训练 最后做 士兵的演练 这样子才能磨练出一个 完整的战斗兵 这是多少年来 部队训练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再看看一个简单的数据 在这四个月的替代役里面 我们看一下 这些人数 慢慢这后背军人的量这么大 慢慢就会朝向军事训练役 为主的后背军人 那我再看一个训练的问题 涉及 我们看看 这几个月以来 我们所看到四个月的军事替代役 总共只涉及了56发子弹 我想先问一问院长 请教一个私人的问题 您在过去服过兵役吧 好 那就院长 刚才您的答询 我非常敬佩 您是一个有效率 很务实的一个人 那我问国防部副部长 四个月 56发的涉及 能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战斗员 当然委员大家所提供的这个资料 我本身在看到我们现有的一些数据里面 我没有看到这个部分 但是我知道 我们在后背战事有关 未来教招执行的情况 都是由原来的12发 已经提升到60余发 它的及格的成绩 也从3发提升为4发 所以说我认为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军事训练的常备兵役 还有未来的教招的话 可以维持一定保家卫国的一个基本水准 我希望国防部能够学习院长 很务实的面对这个问题 几十发涉及的弹药 能不能培训出一个真正有战斗力 我想社会自有公平 那我们再探讨一个问题 我们的教招训练跟平次 跟世界各国做一个比较 各位看看标准的数据 现行的八年之内教招 然后一次五到七天 跟美国跟新加坡 跟其他国家比 所以美军的评估 有一些的确值得我们 很务实的来探讨 我想这一部分 请问国防部有没有精进的措施 谢谢委员的指导 其实针对后备战力这个区块 我们在跟军事交流的时候 针对联合战力发展 我们有探讨这个问题 目前国防部也针对了 后备组织整定 还有调整部队类型 跟调整教招强度 这三个面向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检讨 跟评估 未来的教导的方式 会做一定程度的修订 那有关刚刚委员所提示的 就是有关我们后备战力 未来是由所谓的 广大的军事训练艺 来充认我们的后备战力 那这边我必须要做个说明 其实我们在未来 我们在志愿役 现在慢慢行退以后 志愿役的后备人力 会逐渐的增加 所以我们在调整部队类型 我们会将志愿役退伍的人员 先充任我们的边时动员 扩边动员 借助他长期的服役 还有他的中高级专长 能够维持我们防卫战力的需求 那至于四个月军事训练艺 然后他退伍的人员 原则上我们是用他的初级专长 也就是一般的守备 所谓的这个规划 未来我们会逐注的落实 谢谢副部长的回答 我想务实是真正面对战争 最有效的一个做法 那么我们现在谈一谈 后备部队战力 现在问题应该考虑几个 这只是一个大药 否则我们真的就会像 美国所评估的须有其表 而不具备后备战力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 这四个月的军事训练艺的退员 他已经不是一个成熟 具备战力的一个后备军人 这个事实我想大家必须接受 然后我们兵力精简所造成的 长备部队不足 我们是不是要针边后备部队 第三个问题 后备部队因为现在的后备部队 没有母体单位 不副部长应该很了解 有空要请跟院长说明 他没有母体单位 暂时动员以后 没有原兵归原位的问题 他是到一个新的单位 拿起步枪 我离开退伍八年了 我当初只打过五十六发 我现在临战训练五到七天 我就具备一个战力了吗 像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包含中高级专长 刚才副部长也说了 还有这些必须要学习多人操作武器 最重要的是 退伍五年六年 新的武器装备进来了 他没有学习过 没有设计过 但在五到七天 能够完成这个专场转换训练吗 恐怕是有问题的 然后看到这个未来 动员幅度 后备军人以替代役的比例 绝慢慢升高 他不具备战力的程度就更高 请国防部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接着我要问一下 美中台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 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好 这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是我们的好朋友 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国家的命运 寄托在别人的奥援上 或者第三国的善意 我相信院长也同意我的看法吧 同意 必须要自我嘛 要自立自强 我自己强 天自助 天才会助 别人才会来帮助我们 所以另外一个盲点 是这段时间都没提过的 就是动员制度 我相信院长没有时间管到那么细 请国防部有空跟院长说明 我们把动员跟救灾怎么结合 救灾是国军的本分 人民有难 我们当然要跳出来 但是怎么样把动员跟救灾结合起来 让真正的长辈部队回到战训本物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请国防部能够在这方面多做考量 这方面我可不可以跟委员先做个报告 因为可能你离开军中比较久 我们现在的作为 就是把我们教招 还有动员的这些部队 把他的时间都放在迅起的这中间 就是如果说在迅起的中间 我们实施教招 任何时间只要有天然灾害的发生 这个后备动员教招的部队 立刻可以转换为救灾部队 好 我举一个最新的疫情例子 就是口罩生产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考虑 用动员后备军人 国家支付他薪水 他来支援这个事 而不是用现在后备指挥部的现役军人 像这种就是把动员能量 平时救操兵来结合救灾救难 这样子才能够跟整体的行政团队 做一个配合 接下来我想谈一个严肃的问题 部队军具败坏 会造成国家安全的崩解 这个缘起于军审法 被废除或者冻结 然后所造成的六年来 看到这个只是大药的一个军纪案件 从军法移到民间司法 让基层干部不敢管 不愿意管 管不动 为什么 我一管士兵 基层军官就告你 然后管了也没有用 各位看看 这么多案例 这只是一部分 判无罪 判缓刑 最离谱的有一个东营的士兵 从外岛跑回台湾 为了给女朋友过生日 最后派他没有逃亡的犯意 没事 这个叫基层营连长 怎么去管理部队 我想请苏院长回忆一下 您在军中服役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事情 非常严格的 那现在委员点出这些问题 我对于有一些法院的判决 是不是不了解军中的军纪 或者是应该怎么样才带动部队 我是觉得 这个我们政府之间也应该让司法院法官也了解 虽然已转为平常民间法院审判 但是也必须知道军队到底是一个特殊权力义务关系 以及军纪维持军队的力量保家卫国 这个法官在审酌案件的时候 跟一般这个应该也有不同的地方 我想我们也多跟司法院来接 让他了解 这样才不会审判脱离的事实 好我想谢谢院长的回应 我想问国防部最重要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可以考虑恢复军审法 现在把军事法官的营舍 全部都等于空到那里 废在那里 钻石恢复 作战的时候 这些军法官从哪里找回来 他还有没有累积这些经验 这个请国防部思考 因为刚才院长讲的很实际 要不要考虑去研议恢复军审法 让我们基层部队的管理 有胡萝卜也有棒子 委员 我不是说考虑恢复军审法 我是说 让法院的法官在审判时 知道这个军队军纪 跟一般民间公司管理员工 不太一样的 我是这个意思 我所提出来是建议国防部 副部长做说 报告委员 请给我一点时间给你做个补充 你讲的这些事情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这种现象 我们有做过检讨 我们已经跟司法的检查机构 已经建立了所谓的交流的平台 这样子不好意思 我的时间有限 我只是建议国防部 是不是考量做这个事情 全民会有公平 部队的基层干部会有一个评论 最后两个问题 一个是上校子女补助会 恢复的问题 是不是请辅导会 主委一起上来 我想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 有关上校子女补助费这个事 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委员会的咨询 也跟冯主委 甚至跟李副主委 还有国防部副部长 也都请教过 他们都很支持 因为上校退役的教育补助费 跟公务员不一样 上校平均只有50岁退休 我想请问冯主委 跟国防部副部长 是不是依然支持这个案 非常的支持 那么我想请 这个夜管当时退伍会 对伍会当时立场的话 我们是保持乐观 以对的态度 我请院长 是不是能简单的回应一下 这是攸关上校退伍学院教育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牵涉的人又不多 动用国家计算又很少 升上校并没有罪 请院长简单回答我一下 我也借这个机会说明一下 我其实就是靠教育补助会 完成了教育 我爸爸是最基层的公务人员 所以政府在就整个相关 兴急福利各种方面 考虑的是全体 所以如果这方面 有对上校不公平或是怎么样 当然政府应该全盘考量 不过考量政府是要全部考量这样 好 因为发言时间已经到了 我 好 谢谢 庄瑞雄委员之咨询已顺便提出